在那邊經營的一個狀態 那以整個農事所跟產業改良場 在整個七十幾年來 扮演台灣的一個 不管是農業現代化 跟推動整個經濟起飛 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希望說 這些前排的建物 可以包含民族國中 以及現在的台大的一個農場 變成是一個台北歷史農業 跟食農教育的示範區 那我們其實今年 也跟民族國中 就是當年的產業改良場 跟老師一起 這是現在學校的一個 遺留下來的一個商業 商數以下 大家在討論說 怎麼樣子設計課程 能夠就是來教導學生這樣子 謝謝 那個所有全單位的台客大學 其實也要發言 然後另外還有一位 胡雅雲小姐的警察員 台客大小王 這話不可以再說 謝謝 台客大報告 那本案就是 羅斯福律四段的119項 626470 及62號的三棟 這四棟建築 其中62號跟70號 就是目前還有原本 法院所的眷顧 他們現在佔用的補助中 那在我們學校還沒有收回以前 就要請這些佔用人 他們等於實際使用人的身份 要去負責保存 還有文庫的一切事業 那第二點就是 因為總案接觸他保存 學務部還有管理文庫 有各種經費的長大 所以在學校房那邊 財務上面是有一些 沉重的資產 所以就是要麻煩 台北市這樣子寫出 後數人申請 以及負責相關的事項 再次上報告 那請顧願您調節 然後時間三分鐘 謝謝 各位委員好 我是代表119項70號的 胡開仁先生來出席 因為父親真的年事已高 那行為不方便 所以我今天代表 很高興 很感謝這個機會 來參加這次的 神移委員會 藉著這個機會 讓我們重新回顧 父親這一生 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歷程 和對台灣農業經濟成長 所做出的貢獻 同時也勾喜 我們很多 陳宗已久的二十位億 我們家中衛三個人 從小出生 就一直居住在 這個農業實驗所的生活區裡面 周遭的生活的 相關的人數環境 全部都跟農業實驗所息息相關 我們從小一起打彈珠 談笑細菌 所有的朋友 都是農事所的鄰居 其實那個農事所旁邊的 實驗農田旁邊的溝區裡面 都是我們抓蚌蚪的地方 而且現在已經加蓋了 那個柳宮郡呢 還是我們以前玩水的地方 然後呢 記得小的時候 有一次跟著父親 到農事所的實驗室裡面 看在那架子上 一排一排黑色土壤裡面 長出那許多那種白白的 小小的那種白色東西 就覺得那個農椅好好玩喔 後來才知道 那是父親這一生栽培研發的養孤 父親從河南大學的農業學系 植物病蟲害系畢業之後呢 在恩師的推薦下 在民國三十七年 就離開家鄉 加入了台灣的農業實驗所 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 應到了六十五歲的退休年紀 以法退休 父親這一生呢 都致力於棉花 甘薯 西瓜等的病蟲害 還有這種食用菇的這種生產改進去研究 在民國四十二年 父親為了響應政府的經濟建設 讓農村發展副業 讓農民的生活改善 於是開始著手養孤的研究 然後他自費呢 自美國引進的這些養孤菌種 適行培植 一直到後來的培養種植成功之後 才得到政府的重視 還有農夫會的經費的補助 父親才得以更深入的研究 跟全面的推廣 然後才能使台灣原來一個 不生產養孤的地方 變為一個生產外銷養孤最多的區域 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的外匯 父親也因為這樣得到很多政府 跟學術界的一些獎狀跟頒獎 就像習政院的那個傑出科技人才講 我覺得父親這樣一位 對台灣有深厚的感情 而且有這麼多貢獻的老人家 我覺得應該把他的這些成功 寶貴的經驗跟成果保留下來 作為以後年輕人模仿學習的偶像 作為子女 希望能把他父親現在居住的環境 跟生活環境 通通的能保留下來 作為一個紀念建築 然後這不僅是對老人家的一個肯定 懷念 同時也對於那個時代 那個歷史 作為一個見證 謝謝 動力現在的狀況 從這個展望裏面發現 基本上就是一個聯繡發展 所以跟現代化的定義有點長大 他就和我個人建設 現代化把它改成研究 然後發展的力量 建政台灣人類研究發展的力量 以上的 審議案七大同區民樂街105157號 建立文化建範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建範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無機指令及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入廢止審查機 出發法案 大同區民樂界105107號 租入於大同區的民段 三小段四字五四字四地號 等兩點五地 正號為某小段五零三四七零建號 受權而未辦理本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解放安全性能評估 107年4月30日海區本局 基地判圍內是否有古籍具 若遺史建築等具有文化潛力之制裁 二未確認該建築是否具文資保存價值 本區有 一五文資法第十四條 107年5月30事件辦理 明月街105、107號 列車審查會堪 會堪結論 委員認定 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限於列車追蹤 本局將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後續將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三 本局序一 文資法第十七十八條 107年7月13日 邀集委員辦理明日街105、107號 建物文資下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 書部認定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後續將會者國化資產評估報告 序重本次文資會審議參考 那委員的意見 請委員詳參紙本資料 評估報告也請委員詳參紙本資料 這個是地質地形圖 然後這是預計的基地範圍圖 然後這是現況圖 左邊是107號 右邊是105號 這是現況圖 然後上面是一樓的部分 然後這是二樓的P20 你辦本案你請同意一專案小組委員 建議大宏區明和街105、107號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入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而建議於後續都市審議 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中 將時常元素並同 納入設計考量 好像有一位社會選人 黃正強先生要來去發表 各位長官哥 韋寧先生 大家好 我是107號的所有權人 105號的所有權人 他也一起出席 我一定會發言 我們今天有機會來這邊發言 主要是因為我們起訴了一個 為了現在有一個危險 老舊也危險建築的這個方法 我們有六部一起要辦更新 那在這個辦的過程中 第一個要先通過他是不是歷史建築的這一方面 他是不是具有文化價格的這一塊來省大 所以我們進入了剛剛雅次的會談 那以我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在大道城的那個計畫裡面是沒錯 但是我們不是在主缺氣的範圍內 那事實上我們周邊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築 尤其107號隔壁 它是已經翻成RC的四層樓建築 所以107號的那個北側的牆壁是改成水泥 鋼硬水泥的 那中間有107跟105的那個中間的牆壁 一樓的部分它是還維持那個氣力暗室 沒有錯 那氣力暗室它的工法實在是還滿粗糙的 那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繼續推動我們的那個故事更新 因為我們假如是107跟105 假如是沒辦法進入這種更新的進程的話 後面有市戶 市戶它是面對一個很窄的鄉島 不到市民的鄉島 他們幾乎就是註定沒辦法翻身 所以說我們其實希望說 也能夠就這次故事更新 讓建築物翻新以後 它把本來的臉書放置在那個 我們這次的建築設計案裡面 使得整個戒心也比較和諧這樣子 請各位多指教 謝謝 謝謝 我們沒有其他的話 我們看看各務委員 這個很乾一點 我們知道這個民辦 我們本來知道 不尊的部分 的話 下一個 審議二八 當區國立台灣大學錄補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請請審議 法理情形一 法案 原因於106年台大申請拆除執照 現管會辦本局 本局考量 入民堂的歷史背景 一見五晚成年代 將近五十年 會求審盛 依應職權啟動文資審查程序 在106年的8月2號 辦理文資審查 加小禮會堪 並經提送106年9月18號 文資會第97次的會議審議 決議台大入民堂部指定古基礎登陸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未來新建工程 使建議台大透過設計手法 吻入民堂部份構建 或將建築人數納入設計一下 在107年7月11號 生活資金民眾以新市政提報為由 又因為台灣大學 原定於107年的7月中族 製作拆除工程 本局在107年的7月13日 召開民眾提報台灣大學入民堂 文化制裁假期提前會議 結論為入民堂建築特色 以及建築師的施政 在106年進行文資審議時 已經有論述 在歷史意義部分 包括僑生活動以及僑胞活動 與此處關係會被公共討論 尤其是僑胞之家的概念 除了中山堂以外 此處為當時台北 僑數重要歷史事件集會空間 因前述歷史異例之兩點 心事實施市政 即日起公告 台大入民堂圍站定古基 本局依上開的結論重啟文資程序 本局站107年的8月13號 邀請缺錢委員的 委員辦理入民堂的 資安小組會堪 其中三名委員認定 具文化資產價值 兩名委員認定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按小組意見後續提供審議會審議參考 107年的8月13號專案小組委員 意見摘要如書面資料 在不具文化資產價值裡 有包括2.1所提新市政衛隊前4成億有重大突破 經發現的歷史會議資料可以軟體保存方式 從2.構造維碼系鋼構架架 配合立大鋼架屋頂 工法材料常見於學校禮堂之構造方式 無特殊保存之價值 可以局部保存之方式 具整備保存之必要 2.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理由 包括兩點 1. 建物新鮮於1960年代 2. 為當年臺灣與海外華僑聯繫活動的重要集會中心 具50年代臺灣有實驗強化歷史之見證 2. 建物形式為大型集會長建築構造 為50年代大跨度以及玉柱板建築之良好物法代表 1. 為強重視中式傳統建築儀會 室內的裝飾膽桿 或兩億物法專設性的傳統物購儀會 1. 本案的文化資產保存報告 1. 參閱復健五 1. 現場地極地形圖 1. 本案是落在大安區學五段思想段三五三地號 1. 行側圖的部分 1. 參閱照片 1. 現場的照片 1. 外觀照 1. 內部的一隆的狀況 2. 有機會 1. 集會講堂的部分 1. 本案的文化資產教育全部報告 基本資料行為 1. 參閱書面之類 1. 建物以及土地的管理人為 1. 臺灣大學所有全是國有土地 1. 現況代書在1996年台大回收後 1. 作為學生社團活動空間 1. 原定於107年7月進行拆除工程 1. 目前是顯示中 1. 這樣子的分析 1. 如前述 1. 請委員參閱書面 1. 在未來保存管理維護的部分 1. 若本案指定登入為文化資產 1. 依現行的保存維護法規定 1. 文字應由 1. 以前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1. 再來保存管理維護 1. 建議由臺灣大學上的主題說明 1. 指定登入範圍為之影響評估 1. 依管理基灣臺灣大學目前的規劃 1. 預定拆除露民棠 1. 將露民棠原有的功能 1. 移置新建物 1. 並規劃以庫外CAT連結 1. 地面管廣場 1. 如果本案指定登入為文化資產 1. 後續的影響建議 1. 請台大向委員說明 1. 本案提醒為審議 1. 審議決議 2. 會罪拜後續 1. 前債 我們這個案子有三位提報人 要等級發言 第一位是林怡君小姐 下一张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乔务委员会 他正式发含建请台大还有台北市文化局 将乔光堂也就是现在的陆明堂指定为古基予以保留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代表中央他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应该要考量的首先是他的价值 所以台大他说新的卓越联合大楼无法取得指导的指控是混淆事经的说法 如果我们现在把陆明堂指定为古基 制定的因应计划便可以并同卓越联合大楼使造送 而且人先他因为聘请没有聘请专业剧场设计导致新剧场设计不良 便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一并改善 根据文化资论法第26条 未立古基地史建筑纪念建筑及具立建筑取之修复再利用 有关建筑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事项 不受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国家安全法建筑法消防法及相关法规或全部一步之限制 其审核程序查验标准县市项目应被条件及其他应追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同内政部定制 而建筑法第99条 拓列各项金石砂石县市主管机关许可者不适用本法或全部的规定 包括纪念性之建筑物 而陆明堂的旧建筑在利用它减少建筑废弃物在绿建筑的意义上是大大将分 所以如果中央机构已经有心要协助保留陆明堂 台北市政府就可以依文字法跟中央要求解套建筑法 所以只有遵照历史价值指定古迹才有依法争取解套的基础 让各种可能讨论进行讨论的机会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后面我关于它的历史价值的阐述 请继续放第二章 可以让我自行播放吗 接下来一直往下 我可以负责帮忙放这个影片吗 请把它用成PowerPoint 用成下面的这个 拜托一下 好没关系下一章 接下来再次下一章 好再下一章 再下一章 首先这个是它在忍战时期所一个 由美人乔教育款所兴建的一个建筑 再下一章 而它是当初它是为了争取乔生来台学习 是台湾与世界华人乔社的一个连结 好再下一章 这是当初它刚开始兴建的照片 好再往下 好57年5月4号毕业乔生活动中心落成 再往下 严副总统主持参谋剪彩 再往下 那时候有各种华侨的侨舍所有活动 全部通通都在这里举行 包括每年回国参加国庆 下一章 再下一章 以及各种侨凡联合会和侨团的活动 这很多是海内外世界的一个华商的活动 再下一章 还有华商跟工商团体的联谊活动 好再往下 甚至呢 我们的国货长期陈列的样品御展 它这是扮演的一个贸易 把我们的国货送到国外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地 好再往下 而很多世界上出名的潮团 其实全部都是在潮光团所成立的 包括了世界客家总会 还有粤棉寮是联合总会 好再往下 甚至呢 包括今年才来台湾又召开 召开年会的美国安阳工商会 他们已经时隔了三十多年没有到台湾来开会 而上一次呢 他正好就是在乔光堂 这个是华人最大的 就是目前的华侨团体 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华侨团体 好再往下 好这个是他们来这里举行爱陀团前大会 再往下 各种潮生的联欢国际 所以这是对潮生来讲是如同于他们家的存在 好再往下 各种联谊活动台 包括了华光合唱团 海光朗诵队 然后还有潮生舞蹈团 往下 好再往下 再继续往下面 好这个是 好这个是 我们时间到又到下一位 而且我们能接增加的才多的 好 下一位愿举先生 可以播放一下就是赖老师的影片吗 你要把时间让我们 对对对 要五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吗 我想要先说一下就是赖老师他想要根据就是这个建筑他是马提前的建筑师但将创系处任他就是最后代表作 所以他在建筑工法上是有创新突破之处我们可以把它移到一点零五分的部分 例如我在固域的证据的方法 我们就发现 是一万块的方法 知道大家可以跟着 这一万块的证据 这一部分的证据 这一部分的证据 第一次想要做一个证据 好不好 这样就这样 可以做到吗 好 所以... 這樣就做吧 我其實在台北的來... 他來也會成功 所以我覺得在建築上... 我們可以再補充一下 他稍微補助的... 什麼的? 我們可以補充一下就是賴老師他所發表的意見 他說這個是在建築工法上有創新讀過之處 外場的特色做法是當前台灣僅剩屋立 他由土木工程從事建築設計的良好典範 在這個設計可以出現他在這份的優勢和專業的結合 而建築理念他是工廠玉珠綁有鋼筋 應有特別考量光影效果 所以他在陽光下是會閃閃發光的 然後在曹光棠內部也可以看到外場的裝飾 他呈現凹槽設計 所以他在結構一部分目的 他還呈現了內部的禮堂宏偉又功能上的意義 而根據在2014年科技道老師丹波大學研究 將太陽能電池做成角追轉 他可以降溫增加效率 更可以增加太陽能電池的使用受密一舉兩得 所以他這個追形結構非常可能 除了美學上的意義還有延長受密 耐用降溫音響等功能性目的 而我們很肯定他在耐用上的出色表現 因為相較於其他的增強他完全沒有損壞 而且他甚至還減少了西曬的部分 好我想要補充一下最後 他認為防補元素是馬建築師形式創新的干擾樹 現代主義崇尚以性主義在避免裝飾的情形下 光影效果就成了鋼筋魂土構造形式表現的重要手法 所以這一棟建築他在建築史上其實是有難以取代 因為他在防補的這個架構下面 他能有了現代主義上的非常重要性的突破 好謝謝 下一位董彭城先生 謝謝 董彭城先生 謝謝 董彭城先生 謝謝 謝謝 非常抱歉 因為 已經九十歲 九十多 這個小貫他們特別送一下 我們在十二十八九年的時候 是我们这种最悲惨的时候 当时香港的学人回到这来 他说看到一车一车的人 把这些人都硬到大陆上去 不舒服 跟着美国副总统李克森 他把东南亚去看了两个多礼拜 他说华人的经济非常好 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一船一船的人硬到大陆去 不舒服 他说这个事情中华民国政府 要重视这个事情 假如政府因为财政有困难 我们愿意在每年经费下 失严这个工作 第二年钱就来了 多少亿钱美金 多少亿钱台币 那个数字我记不得了 当时不妨分给教育部 就是你招收一个巧生 我给你一万块钱 台大都是大学不多 台大招收的最多 台大里面的工学院 工学院的试验室 工学院的教室 还有体育馆 还有男生 李生的 大概加起来 十二间书舍 都是在时的经费 在 所以书舍这个建好了以后呢 那是五十七年 五十七点的十月九号的 华侨回来 那个时候 只有一千多人参加这个计会 到了七十年八十年的时候呢 有四万多人 他们是爱好台湾的中华民们 他们反共看我的 所以他们来的目的呢 是支援政府 认为政府是他的家 现在更重要的世界 给我不谈了 我谈到蔡总统到国外去 大家听外交 很了不起 我们很尊敬他 那就看到了 多是华侨在支持他 跟着我们去南向的政策 也是靠华侨 我们侨生的政策 华侨的政策 是成功的 我前天 我最近看 我站的事 我会 因为叫我站的 我会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连续很大了 我没有办法 能这样在这儿 支持这个 所以 我准备在乔委会的时候 我讲 因为乔委会现在 包括我演讲的 他也是乔生等等 大概在年龄方面 都是斯 德德多他们向我请教了 我说你们乔委会啊 为什么斯特洋夫知道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总统府包括行政院 都要重视的是 世界国地有 六十多所华侨博物馆 新加坡南亚理工大学 还有很多学校的 都要这个 我认为最重要 台湾要留华侨的密集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陈琦登基发言有八位 每位三分钟 请找位时间 第一位无一致 无一致 每个人都要先 保一半 只要建网 您们能发现有 我的简报的一部分 可以帮他再放一下吗 我先找位时间三分钟 请放到最后面 最后面可以从这一张开始 robe 大家好 我是吳怡文 那我是代表陳皓杰財大教授 他是捷舞菜人是曹生 那他同時也是華光女團 中大團第二屆的中大師 那在裡面裡面文章裡面有他代表 也傳了很多其他曹生他們對曹王黨的看法 那有些人他是說我們是臺大人 因為有幸參與華光女團團 有曹王堂有充實歡樂的美好回憶 曹王堂原有欺失 通歷史被解園原油 要採遷很真實可惜 希望新市政府把揮他被採遷的命運 那這個是他們他們在台灣南下 台灣教者南下很大規模高 我們義母教生都是台灣同學會接拜的 那這些同學都是這些曹生們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這次華光堂的 我也是一圈的